大家好 哇 好漂亮的地方啊 這是凡爾賽宮嗎 不是啦 一定是美魔白宮啦 不 這是我們今天要報告的主題 齊美博物館 一齊夢美 探討齊美博物館之休閒滿意度相關研究 好想進去參觀喔 沒問題就讓我為你一一介紹吧 故事要從80年前說起 有位小男孩深深的被博物館吸引了 後來呢 後來他決定要蓋住博物館免費為大眾開放 那他完成夢想了嗎 是的 他成為了成功的企業家 在他的工廠內設置齊美博物館 21年來讓千萬人次參觀 更在2015年耗資20億新建了新的齊美博物館 哇 好偉大喔 當年的小男孩是誰啊 他就是齊美博物館創辦人許文龍先生啊 哇 這真是台南人的驕傲也是台灣人的驕傲 是啊 讓我們透過研究了解 看看我們新中的齊美博物館經營現況 是否不見什麼缺失需要改善 是否因參方者不同的背景對休閒蠻度而有所差異 了解參方者對休閒蠻度 及從用意願兩者的相關程度 那要怎麼研究呢 本研究結合所學 利用文獻探討 實地訪談 文卷調查 進行IPA分析 便衣術分析 及相關分析 研究之後發現什麼呢 在優勢方面 齊美博物館座落於占地36公頃的都會公園 讓遊客不僅能進入館內參觀 也能在館外欣賞美麗的景觀 在劣勢方面 票數公佈應求 以及預約系統容易當機 關於此問題 本研究實地訪談師也有提出 他們也承諾會盡快改善此問題 在機會方面 多與其他博物館交流合作 在威脅方面 國內缺乏博物館人才培訓 本研究實地到齊美博物館 採用面對面填寫問卷方式 回收120份問卷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女性20歲以下 停留時間2小時居多 62%沒有接受導覽 24%是珠中導覽機 14%是真人導覽 遊客最喜歡的廳 第一名為動物廳 休閒蠻度量表 本研究採用心理、教育、放鬆、美學 四個共面 共16個題象 以橫軸為滿意度 滿意度最高的為 室內外景觀及環境清潔 相對較低的為 精力參與活動及喜愛的休閒方式 滿意度最低 仍有3.16 顯示16個題象 均在滿意以上 以重軸為重要度 經由重要度與滿意度的分析 我們得到四個向線IPA分布圖 整理如下 若在第一向線 繼續保持區的有這五點 例如環境清潔及室內外景觀 是遊客認為很重要也很滿意的 奇美博物館可繼續保持並大力推廣 若在第二向線 加強改善區的有 A1 過程讓我覺得輕鬆愉快 B2 滿足我對藝術的好奇 D2 動線規劃 D3 提供親切且清楚的指引 D4 導覽解說 是遊客認為很重要但比較不滿意的部分 奇美博物館應優先改善 若在第三向線 在第四向線 過度攻擊區的有這五點 是遊客認為雖不滿意 但因不重要 所以列為次要改善區 若在第四向線 過度攻擊區的有這一點 我們將參觀前重要度 與參觀後滿意度平均 繪製出比較圖 流圖可看出 藍色代表重要度 紅色代表滿意度 大部分的重要度都大於滿意度 差距較大的為D2與D3 經由邊緣術分析 了解不同背景 對休閒滿意度的差異情形 在性別方面 對整體及四個共面 休閒滿意度 均無顯著差異 同樣的 在年紀方面也沒有顯著差異 顯示奇美博物館 是一個老少嫌疑的休閒喝手宅 對停留時間也沒有顯著差異 在試口接受導覽解說 也沒有顯著差異 從幼醫院分析 我們以1至10分代表由D至高 再來參觀的醫院平均數為7.433分 推薦親友參觀的醫院平均數為7.667分 顯示再來參觀 及推薦親友參觀的醫院偏高 整體及四個共面休閒滿意度 與從幼醫院均有正相關 由此可知 休閒滿意度越高 越願意再度參觀 及推薦親友來參觀 哇你們分析得好仔細喔 是啊 根據前次的分析我們得到以下的結論 我們做的實話者確實可以提供 奇美博物館有序經營的參考 奇美博物館許多 休閒滿意度項目表現良好須繼續保持 然而仍有少數項目表現不佳 需加強改善 民眾對奇美博物館的休閒滿意度 並不因性別、年齡、停留時間 及是否接受導覽而有所差異 整體及四個共面的休閒滿意度 與從幼醫院均具有正相關 我們實力觀察還發現空氣品質、動線規劃及 衣物服務場仍有需改善的空間 那你們有什麼建議呢 對奇美博物館提出以下的建議 改善導覽的品質、開放某些展廳供參訪者拍照 設計體驗活動、動線規劃的改善 提供藝術教育及完善的線上預約系統 對民眾的建議 網路訂不到位可以現場拍補位 對政府的建議 公園提供經費只有問題 加強培育博物館人才、交通人需再便利 謝謝聆聽